艺人黃紫嬌因為被指控在網路上面偷拍論壇 購買未成年少女的不雅影片 遭到了檢方依違反兒少性剝削防治條例來起訴 她被地方法院採播關該審理 而根據了解黃紫嬌原本在偵查的當中認罪 要拼的是還起訴 但後來她沒有辦法入院 還是被起訴之後她居然就改口了 她在法庭上面是否認犯罪 北院在今天下午開庭 黃紫嬌您看到她再穿了同一套的戰袍現身 但面對媒體詢問是否改認罪 她是不發抑鬱